現在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可能就只有本人注意柯文哲的新聞 他最新的回應是什麼 你知道他最新的回應是說 民進黨威風了八年 現在要學會輸得起流風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批評 我覺得柯文哲這檔評論就有問題 到底誰才是全台灣最輸不起的男人 到現在潮水退了 褲子到底在哪裡還沒找到嗎 選完快半年了啦 對啊 而且大家有去看這個519 其實519的時候本人在輪船上也有觀看 所謂這個遊行的現場 你知道這種我覺得是滿悲哀的啦 因為519你會看到現場的人 年輕人其實並沒有你想像中的多 另外我也覺得就是說如果再對應521的話 我要說一件事情就是柯文哲真的輸 我不講說521會產生什麼效果 但是521確實證實了柯文哲的所有的效應已經往後退了 更沒有說他在519的時候的直播 就是神奇的魔法 對啊 這個流量可以一下2萬 一下6萬 一下8萬 然後漲跌漲跌 阿伯又掉下來 對像現在就是大家很奇怪 線上這麼多人想要抖3點 然後結果一直維持在1萬 請大家持續掃描我們的這個QR Code 下面的QR Code加入我們YT聊天室 對 那我要講就是說 現在的民眾黨的政治路線到底是什麼 難道現在民眾黨的政治路線 柯文哲要走得跟黃國昌一模一樣嗎 而且大家要知道柯文哲是怎麼崛起的 十年前的柯文哲就在太陽化學運的現場 但是十年後的柯文哲居然針對521完全沒有任何對於年輕人的發言 我覺得這才是柯文哲我認為就是說十年前後差別最大 你知道十年前的時候的這個時候 我們柯文哲辦公室是都在學運的現場 我們是停止所有的政治行為到學運去支援 本人我還幫柯文哲介紹金主去見面 那重點來了十年後的柯文哲你人在哪裡 你十年後的柯文哲你確實你要 你要真的很清楚知道說 沒關係你選輸了你拿了一個假老二 但是你真的到底在哪裡 因為大家有沒有記得他在選舉的期間有說 他是墨綠的他還是強調他是墨綠的 那今天他為什麼什麼都不說 再加上今天中共已經宣布了 現在要巡演嘛 柯文哲也沒有針對這件事情去做任何的發言跟表態 因為大家要很清楚 我覺得苗伯雅非常認真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其實選完不久之後 民眾黨的黨團很早就提出關於這個國會獲權的版本 而他的版本的法案怎麼剛好跟國民黨最近兩個聯合說 他提出來的法案的內容幾乎是差不多的 對啊很早以前其實就一樣了 所以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叫做共謀嘛 但是其實我認為這些立法院 藍白一定要是共識而不是共謀 因為我要回來講 柯文哲一直在講這種三角形理論 我現在就問嘛 你知道三角形是什麼 三角形是兩邊加起來一定會大於第三邊 但是現在的政黨支持度 你要知道最恐怖的是什麼 藍加白居然是小於民進黨 所以已經不是三角形關係了 我現在就在問嘛 現在是什麼樣的關係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國民黨 如果你在用立委的這種席次占多數 然後囂張跋扈 我跟你講 2026 我說真的 其實我真的是倉粉 我很感謝他 2026我認為 民進黨不會不好選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呼籲 柯文哲你還是要清醒一下 你不穿褲子沒有關係 你要感恩十年前支持你的年輕人 他們現在在想什麼 你不要裝傻 我認為你柯文哲應該要面對問題 然後把民眾黨應該有的新政治態度 再拿起來 反正我被停權了 那所以我就講一些實話 那我要講就是說 大家去看 七席的立法委員人在哪裡 除了吃炸雞 摳牙齒之外 他們在哪裡 那七席的立委 彷彿 你就發現什麼時候出現 最近520的時候 出現在賴清德旁邊合照 七個去了幾個 去了三四個 然後還有高雄安也是旁邊照相 比愛心耶 對啊 所以我現在問嘛 你柯文哲在這個選完了之後 你未來2028可能沒有未來了 現在全部都在我國昌身上 你跟國昌OK 那我想請問你柯文哲 之後要怎麼走嘛 我就說嘛 一個男人要走得長 比較重要 所以我現在告訴這個民眾黨 建議你們 第一個 要黨主席清醒一點 好啦 第二個 歡迎一個黨主席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波 好 可在我心裡等於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知識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毯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的題目版等你一起來